新赛季的七大版本陷阱 这些英雄选出来 你就输了一半了 第七位 肉装专精刘邦 是 出了专精装备以后 论支援速度 刘邦肯定是全英雄第一 但是 他支援过去有什么用呢 能保护队友吗 保护不了 出了专精以后 大招不能给队友加护盾了 那能打伤害吗 也打不了 因为刘邦的伤害和他的护盾绑定了 一技能护盾一破 刘邦就没有伤害了 那能打控制吗 也不行 刘邦的唯一控制技能二技能 优先级极低 敌方随便一个控制都能打断你 所以刘邦传过去 他只能挨打 而刘邦却偏偏不是很肉 那有的于燕可能会说了 大招秒传 我带线无解啊 一个人打不过我 两个人抓不住我 这才是专精刘邦的正确玩法呀 哈哈于燕啊 刘邦推塔 慢得压皮 让他带线 他就只能带线 推不了塔 完全属于是暗性的下位替代 那你选个暗性 老夫子 他不更像一点吗 而且数据也出来了 全分段高登场低胜率 妥妥的版本陷阱啊 第六位 菊又精 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前期强势英雄 本来菊子在后期就已经够弱了 想完他 你就必须速战速决 但是新设计 哈哈 前期有高额的野区保护 让前期的菊子反不了野 他就没办法滚雪球 从而押崩对面 后期有经济追赶机制 你玩菊子兢兢业业 花个十分钟建立的优势 人家劣势方只需要两三分钟 哦不 甚至只需一波团 就能把你十分钟才就你的优势扳平了 那你说就这个环境 菊子怎么玩 人家玩的好的光性 那叫逆版本而行 现在玩的好的菊子 那叫逆战 逆天而战 哈哈哈哈 第五位 貂蝉 在中路全员拉火的如今 你选法刺 莫得出路啊 以前的貂蝉 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 一是有经济 以前的法师 经济是一二号位 而现在是四号位 你没经济 怎么秀 靠手法吗 又不是人均张老三 手法个蹈 二是玩家们 都被会玩的貂蝉教育过了 现在选个貂蝉 对面或多或少都会打空 并且极大概率会召唤张良 三是现在版本射手起来了 以前的射手没什么经济 你还能秀一下 现在的射手 三发普攻送你走 这大招你才刚开了 人就没了 而貂蝉 经过几次削弱 已经没有爆发 无法反制射手了 此消彼长之下 燕祖你说 貂蝉能好吗 第四位 夏侯敦 这个英雄的问题一直很大 比方说战路极强 但是容易被拉扯 这就导致了对线强度上不去 却因为单挑过强 又不能加强 再比方说 回血特别猛 坦度极高 却会因为团战里摸不到人 而导致回不上血 坦度归零 而加强一下控制 威力能力吧 又会因为极高的AD加成 导致夏侯会从坦克 变成一个刺客 问题虽然多 却也不是不能平衡 但官方之所以不调整 是因为在KPL里 夏侯市长青书 登场率常年排在前五 但是新赛季之所以成为陷阱 就是因为来自KPL的 揪秀部被扯下来了 你看现在赛场胜率26% 全单位胜率也拉垮 没得洗 真的 版本陷阱没得洗 第三位 打击 作为新手玩家接触的 第一个英雄 朱老师得说的稍微委婉一点 不然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彦祖们 伊飞们 新赛季的回复吸血 底层逻辑改了 现在敌方要是有回血吸血的英雄 那作为法师 一定要先做梦魇 而你选其他法师 你先做梦魇 对伤害的影响有 但没那么大 唯独打击 先做梦魇就废了 因为打击的一套伤害 正好在三件套时 可以秒脆皮 六神装时 又正好能秒 做了魔女的脆皮 而做了梦魇 不好意思 伤害就会差一点 有的语言可能会说了 玩打击我就不做梦魇 咱们以蔡文姬举例 人家一套技能回血小一万 你做个梦魇 他只能回五千 而你放弃梦魇 请问你做什么装备 可以多达五千的伤害呢 除此以外 其他的理由不好说 你就想象一下 你们家一楼 秒所打击 你是什么心态吧 第二位 马可波罗 马可现在是对线弱 等他好不容易发育起来了 打团又没什么伤害 全方位不如其他射手 就这样 还极为的考验手法 燕主啊 讲道理啊 你有这个手法 你去玩公顺离 他不像吗 相似的操作难度 接近的练习成本 你看阿黎这个胜率 他不比马可强多了吗 第一位 海月 起初 我以为海月 只是没被开发好 所以赛季出的胜率 非常低名 但直到我自己玩了一会儿 我才明白了 现在中路的经济 不足以养出一个 单挑无力的海月 甚至绝大部分的海月 经济都不行 那你经济一旦不行 你还大招拉人单挑 这不是纯纯自投罗网吗 兄弟 所以就目前中路这个环境 你拿海月当C 不行 但是 你拿到的工具人 像这样 对面阿克要跑 海月大招直接一转 这里就100% 把人给留住了 剩下的等队友一包围过来 关门打狗 这才是正确用法 但是话又说回来 刚才阿克是残血啊 一个神装海月 打个残血阿克的打不死 唉